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义爆发 8月中旬 毛泽东回到长沙 他是来执行中央的另一个战略计划的 即秋收起义计划 最早的秋收起义计划 是一个涉及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大计划 其中湖南的群众基础最好 我方的力量还可以 所以湖南被寄以厚望 湖南的基础是毛泽东一手打下的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去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了 毛泽东来到长沙 以主要负责人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执行这一计划 参与者有彭公达、夏明翰、易里龙胜 以及共产国际派来指导秋收起义的苏联统治马耶尔 中央最初的决议和设想 是全面开花 即在长沙、衡阳、长德、少阳四个地区 同时发动起义 让湖南的敌军顾此失离 避免单一地区起义而陷入孤立的被动局面 同时计划定下的关键 是要夺取湖南省会长沙 造成最大之影响 但毛泽东只能一计算 发现执行不了 我方在湖南的力量 不足以支撑这么大面积的起义 不如集中力量 先搞定一个将有把握的地区 他们选定了湖南、湘西的交界地 因为当时我方掌握的武装力量 基本有湖北、重阳、通城一带的农民自卫军 湖南、平江、流阳地区的工农义勇队 李林的农民自卫军 将是平江、莲花、永兴、安抚地区的农民自卫军 以及安援梅宽的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 会发现这些武装力量都缓绕在长沙城周边 且现阶段 这些武装力量已经在向修水、铜骨、安援三地集中了 以这些力量为基本盘 向长沙进攻 在长沙城内 我方掌握的力量有 长沙的铁路工、人力车夫等功能力量 还有很小一部分可以掌握的国民党军队 以及长沙郊外的部分农民武装 毛泽东等人的军事计划大略为 集中力量于乡中地区 依靠集中于修水、铜骨、安援三地的工农武装力量 向长沙进军 长沙城内的武方力量发动起义 以大部队里应外合一举夺取长沙 但这个计划显然还有一个痛点和一个疑点 先说痛点 毛泽东担忧 现在长沙城内是国民党军第八军第一师的主力 在通往长沙的平江、流阳、平乡、邻里等地 均有敌军正规驻守部队 我方武装力量基本为不惜战争的农民、功能 未经专业训练 没有战场实现 武器装备也很差 在力量对比上 我方距离劣势 如果能有一到两个团的正规军加入起义 成功的把握就大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计划 还有一个大大的疑问 必定笼到在我们的心头 假设起义成功 一举夺取了长沙城 然后呢 后续计划和安排是什么 如果湖南唐生寺的大军一反扑 我们拿什么口 但在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看来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也不难解决 他认为 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是 我们起义依靠的力量源泉 到底是谁 是军队 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也计广大的工农 他指出 起义最终成功的关键 是长沙周边的广大工农群众 是否能够真正发动起来 这才是起义的真谛和胜负手 而不是像毛泽东同志所倾向的 当纯的军事投机 那么 如何真正发动群众呢 或者说 本次起义发动起工农群众参与的 关键是什么 是夺取长沙城 只要我们夺取长沙城 建立政权 在群众中造成巨大影响 而后及时发动土地政策 让广大的群众参与到起义中来 那么我们的起义前途 必将是光明的 这不仅是马也尔的观点 也是当时我方高层和同志们的 主流观点和群体意志 唯有毛泽东说 谁也不能否认起义的重点和关键 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但起义是要夺取政权 没有兵力去拥护或夺取 这是自欺欺人的话 既然毛泽东已经看到了双方力量的差距 为什么还是把目标定为了夺取长沙呢 起义 毛泽东只是执行者 供长沙是高层定下的决议 第二 很早之前 毛泽东针对湖南的求手起义 提出过一个计划 在他的那个计划中 起义的重心并不在长沙 这个晚点来说 说回来 会议最终决定 组建行动委员会 一礼龙负责 主要负责长沙城的起义 及配合事宜 组建前敌委员会 负责军事 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去安援铜骨修水等地 把我方武装力量准备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往长沙进击 毛泽东既是中央的特派员 又是湖南身为委员和前敌委员 所以他在工农群众中有了另一个亲戚的名字 毛委员 毛委员抵达安援 获着一个好消息 我党的武装 卢德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命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居然也在修水 警卫团因没有赶上南昌起义 便转移到了这里 警卫团是以夜挺独立团的部分军光为骨干组建起来的 当初职责是共卫武汉 战斗力很强 毛委员大喜 求收起义的胜利有把握了 于是部队编组如下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约5000人 总指挥卢德明市长余撒度 修水的一团约2000人 韩元警卫团主地加平江工农义勇队 加重阳通城的农军 一团团长钟文章 特务联党代表罗龙桓 一团二营六联连长张忠迅 何长公也在这里 同股的三团约1500人 韩元警卫团一部分和流洋工农义勇队 三团团长苏仙俊 三团三营营长武中豪 安元的二团约1700人 韩安元工人纠察队和安元矿警队 及平乡莲等线的农军 二团团长王兴亚 商定的具体进军计划如下 一团从修水出发 夺取平江 三团从铜骨出发 夺取流洋 二团从安元出发 夺取平乡里林 而后三个团会是长沙城下 以城内我起义力量联络 夺取长沙 行动委员会那边 也敲定了起义的最终时间表 9月9日起义开始 9月15日长沙起义 9月16日各军抵达长沙 计划已定 起义进入倒计时 毛委员从安元动身 赶去修水与师部会合 但走到半岛 他被捕了 快 走 跟上 快走 有钱吗 签在小城市上 走快点 给我跟上 在我口袋里 前面走快点 快快快快 走 走 朋友 心个方便吧 日后 定报大恩 来人哪 有人跑了 快跑 去你 站住 回来 站住 不许跑 站住 回来 不许跑 又有人跑 都不看见了 回来 回来 在那边 走 走 到前面去 到前面去 老师老师老师 快 快 快 在我前 在我前 回来 回来 还有 你给我出来 脱险后 毛园终于抵达铜骨 但这一番个 来不及去找师部了 于是他决定跟随三团行动 前一天 即1927年9月9日 秋收起义大响 白衣南山起义 是建军的开始 但真正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红旗 却是在此时此刻 军教 功农革命 旗号 镰刀斧头 修童一代 不停留 要向平流直径 我们先来看第一路 由于总指挥卢德明 此时并不在军中 一团在师长 于萨杜的率领下 向平江运动 他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 是敌人重点聚首的长寿阶 平江长寿一代的敌人 据情报显示 视为敌一个团 11日 我方行军序列如下 四团在前 一团团长钟文章 甩一团两个银和资重在后 已经赶回来的卢德明和于萨杜 甩师部和一团一银 距离较远 上载农门场 不是只有三个团吗 怎么又冒出个四团 原来这四团 是于萨杜前不久 收编的军阀流浪武装 有大概一千人 进入已滴接触的地狱 前锋四团团弹邱国宣报告 已发现强大敌人 应该是考虑到 四团之前是流浪军 战斗力不可靠 一团团弹中文章 决定自己扛第一线 他令四团朝两侧三地上海 自己率三营向前冲 准备抢占有力地形 枪声响了 三营加快速度 但突然发现 诶不对 枪声是来自身后 四团果然不愧是军阀部队出身 邱国宣早就与敌人串通了 已经占地两亿有力地形的 丘国宣匪部 朝一团团部和阿姨发起了突袭 长寿间方向的敌军 适时从正面压来 我方部队三面受敌 逐渐不知 我方余部远待龙门场 救援压根来不及 关键时刻 团长中文章失踪 堂堂警卫团就这么溃乏了 卢德明收拢部队 发现原先约两千人的一团 现在只剩下一千余人 织重也损失待机 这仗已经打不下去了 卢德明决定 向同股方向的三团靠拢 再看毛委员所在的三团 三团目标是刘阳县城 此一路敌军主力 已经前退到了东门市 打虎一带 11日 敌我两军在东门市展开激战 我方瑞齐胜 必敌排斩一鸣 敌军败退打虎 但三团并未成胜追击 而是在东门市停留了两天 原因未知 毛委员比较焦急 一再向三团团长苏仙俊强调 敌人阻力尚未覆灭 我们得加强警戒 警防敌人反扑 这话从苏仙俊左耳进 随即从其右耳出 14日 我方在东门场筹备群众打回 这应该是在落实汕头的指导原则 发动群众才是取胜的关键 但这会还没开始敌人先到了 因为没有安排有力的赶上 敌军突袭占领了东门场南北高山 加起重机枪 居高零下 队伍军进行扫射 三团不得不组织兵力 顶着重机枪火力抢山 但付出重大牺牲后 不克 西射敌军也突袭而至 而在更大的范围上 平江方向之敌也朝东门市铺来 别说了 走吧 再打要全军覆没了 部队撤到上平 清点人数 1500人的队伍只剩大概400人了 文廷战斗力最强的一团 巨人也已经败了 可见攻击长沙的计划 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 毛委员一边给山头打报告 一边下力 放弃攻长沙的计划 一团三团先退到平江再说吧 但想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现在平江流洋之敌约一个团 向我方逼来 稍有不胜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注意到这些敌军都是湖南之敌后 毛委员下力 先往东 往江西境内退 追击之敌一看 进江西的呀 那就不归我们管了 追击随松懈下来 但毛委员随即率三团 折返湖南 转弯南下 途中以一团会合 往文家市方向而去 最后是安元的阿团 这一路的任务比较重 去往长沙的路上 有平江里林两层 之前毛委员特意叮嘱 千万不能跳过这两层 不解决这两层 阿团的后方已退路就不稳 平江之敌约一个营 但城墙较为坚固 阿团团长王希亚 决定派包補队员潜入平江 里应外合 但包補队员被发现 那就强攻吧 如何强攻呢 爬云梯 果不其然 强攻一天 不克 毛委员主妇 不能置平江于不顾 但现在攻不下来 怎么办 团长王希亚随机应变 攻不下平江 那我就攻李林 李林低登载落 被阿团成功拿下 但敌军应对迅速 约两个营的救兵 从长沙方向急速赶来 敌指挥部还奠请江西国军 朝西齐军后方 其余各个方向的地方部队 也蜂拥朝李林而来 王希亚一看 李林呆不了了 他虽再次随机应变 同古的三团目标是刘阳 不如带兵北上 与他们合攻刘阳 于是阿团撞兵北上 他们不知道 三团已经败退了 但刘阳很快被他们拿下了 因为刘阳之敌 大部都去追击三团了 先下李林 再下刘阳 看似连战连结 但其实都是减了便宜而已 刘阳东面之敌尚未消灭 而敌就李林之敌 扑了个空后 很快也追踪而来 距离刘阳越来越近了 有人向团长王希亚建议 刘阳太危险了 不适合长久停留 必须先出兵 击破刘阳东面之敌 但王希亚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现在部队 他已经指挥不动了 为什么指挥不动了呢 原来士兵们好久没有发薪水了 正在跟他闹响 不愿意再战 王希亚现在忙着找黎昂城内的富商 捐款呢 阿团的安危 我们先放一放 我们来看看长沙城内的起义情况 原定我方依靠长沙禁家的农民 城内的部分功能 以及驻释放学校的教导团补充第三营 于16日凌晨发动起义 但省委军事部机要干部陈某叛变了 起义计划遭到泄露 补充第三营被敌军提前缴械 新群大肆搜捕起义领导者 难以置信的事 即便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 共产国际代表马尔尔仍坚持起义行动 他认为取得长沙城才是发动群众的关键 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并没有全军覆没 可毛泽东既能率领部队南下了 这是可耻的逃跑 需令毛泽东率部队再攻长沙 胜利往往取决于最后五分钟 但话这么说 长沙城内已经不具备起义的条件了 长沙城内的起义力量被镇压 长沙城内可再度派力量前往追击起义军 于是约一个营的部队从长沙开往流洋 平江方向也有敌军朝流洋开来 流洋面临多路敌军的围剿 而我们知道此时二团 还在流洋城内搞钱呢 17日上午 流洋遭敌突袭 机葬中 二团团长王兴亚和部分干部逃跑失踪 部队一轰而散 四散奔逃 9月19日 二团剩下的零散人员 赶到文家寺 三路起义部队终于会合了 是劫后余生的会合 不算邱格轩匪步师团 原先约5000人的起义军 现在只剩约1500人了 是继续执行山头 攻打长沙的命令 还是怎么办 这何去何从 必须要有一个决断了 毛委员建议 上山 但施展余撒度 山团团长苏仙俊 等和工厂国际代表 一个想法 认为不打长沙 就没有前途 你看十月革命 就是先取得俄首都彼得格勒 和莫斯科才成功的 如果把部队拉到山里去 要枪没枪 要吃没事 要补给没有补给 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革命搁到山上去了 还能叫革命吗 但真理在生死存亡面前 最容易显现 现在这情况 再打长沙 就是送 总指挥卢德明等大多数人 表态支持毛委员 那既然要上山 那具体是上什么山呢 毛委员把手一指 去湘南 具体来说 是湖南 江西 广东三省交界的 这一块山地 再具体地 是以鲁城为中心 含 贵东 宜藏 称州等周边几个县的山区地带 之前讲到秋收起义之前 毛泽东就给上头成交过一个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 毛泽东也正是把 以鲁城为中心的这一带山区 作为秋收起义的重点 而并不是长沙 这里除了交通不便 不利于敌军调动 地处三省交界 可利用敌人矛盾之外 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可以南山起义军相互配合 此时南山起义军早已向广东进军 目标是夺取广东 获得出海口 以便取得苏联援助 重建革命大北京 在这里发动秋收起义 成败都可以取得割据 区别是割据县城 还是割据山区罢了 从而以南山起义军取得联动 南山起义军若胜利取得广东 将来他们北伐 秋收起义军可协助之 如若南山起义军在广东失败 秋收起义军保留的根据地 也可以帮助到南山起义军 此时因信息不通 毛委员只知道南山起义军南下了 但并不知道其成败 但如前面所分析 无论其成败去湘南都势在必行 可祸不单行 部队南下途中在卢西一带 又遭重大打击 敌军一个团跟踪而至 秋收起义之初 那些热情满满的革命士兵 在叠召失败之后 现在已是惊弓之鸟 闻听枪吹后完全不听指挥 乱跑乱转 原先在部队前头的总指挥卢德明 奔跑着分开人群 赶回后方进行阻击掩护 却不幸重大牺牲 天哪 你是有眼无珠啊 我要你还我的名 这你兄弟 我毛泽肚 为你 苏 心 26日 部队趁虚攻下莲花县城 获得战时的喘息 三团团长苏仙俊 在这里跑路 后叛变革命 1930年被彭总正义处决 至此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四维团长 逃跑的逃跑 叛变的叛叛 四团团长邱格轩本就是军阀土匪 一团团长钟文章在长寿街之战中逃跑 历史记录是失踪 但基本可以排除牺牲的可能性 因为敌人没有邀功 二团团长在刘阳之战中带领干部逃跑 自部队失去指挥一轰而战 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余撒度 也将于十几天后离开队伍叛变革命 与傻度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 复兴社的一员 秋收起义战斗中 长官们指挥层面随意发挥 在危机情况下率先跑路 那士兵们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了 打仗中逃跑的比比皆是 在南下转战途中开小差等 与日俱增 毛委员还注意到 军官与士兵的关系相当紧张 军官适宜打骂士兵的现象极其严重 那么问题就来了 想靠这样的一支队伍去担负起救后救命的重任 可能吗 不可能 有革命理想 有革命热情 却没有一支战斗力强悍 并忠诚革命的队伍 那显然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 必须要改造这支队伍了 29日著名的三弯改编开始了 毛委员的改编措施 是三项、金兵检政、支部建在连上 和军内民主 金兵检政就是部队缩编 愿意革命者留 不愿革命者发钱发尼队正名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着重聊一聊后两下 支部建在连上 大家都很熟悉 但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在连上多设立一个党支部 部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首先 权力结构变了 传统的部队中 军事主观可以说是独裁的 比如说一个团 团长领导营长 营长领导连长 连长领导排长 以此类推 团长的权力是不受 或者说少受监督以制衡的 虽然古代会有监军的角色 但是监军毕竟只有监督权 监军履行职责 需要走一系列的程序 比如说向上报告 走程序就有滞后性 一旦军事主观想要叛变 监军的作用很难来得及发挥 国民党军中的党代表一职 在实际的运长过程中 就沦为了监军的角色 为官兵们所厌恶 认为党代表 就是老头子派来监视自己的特务 所以自古以来 当权者控制部队最有效的手段 只能是控制部队的后勤 控制部队的经济 一旦部队拥有了自主的经济创收能力 就会演变成分裂的军阀势力 我们的历史中 团长因权力支很少 一旦有了钱和收入 他就可以当飞了 自力为军阀 更糟的是 他手下的营长 连长等 都可以这样做 都具备独立的潜势 只要条件满足的话 在民国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军阀 随时随地有可能被架空 因为他的部下 一旦具备了自力的条件 或者说谁给的更多 这些部下就有可能会叛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冯一祥的西北军 冯一祥被直奉联军击败被迫下野后 他的部队就分裂成了好几股 不论他这个老长官了 而冯一祥一拿到苏联的军备援助 在五元登高一呼 老部下们就纷纷响兵 重归冯一祥的领导 是这些部下重情重义吗 不存在 是因为冯一祥又有钱和枪了 跟着他有肉池 后来中原大战 这些部下发现老蒋给的更多 就又判变了 冯一祥拿不出比老蒋更优厚的战域 就一败足地 所以老蒋中敌系 让杂牌去当炮灰 是有道理的 秋收起义中 也有不少军事主官和忠诚军官 带着亲信团队出走另行他路 所谓的四团匪帮 为了利益马上卖了多命运 这些都是旧军队的表现 所以军事长官的独裁是有问题的 而支部建在连上 就是把独裁领导变成了集体领导 军事主官多了一个政治主官 二则分工协作 军事主官负责部队的训练 作战等军事工作 政治主官负责部队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工作 日常工作大概就等于某电视剧里说的 正为管生活 但政治主官权力可不止管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主管的政治工作 那么政治工作包含什么呢 我们减几个来说 首先 部队的人事任免和调动 必须要有政治主官的牵制 这就杜绝了军事主官任人为亲 其次部队的纪律工作 也是由政治主官来负责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部队的思想工作 这个待会再说 在军事政治主官分工负责之上 还有部队的最高领导机构 党委 党委由军事主官 政治主官等一帮人组成 有关部队的重大决策 都必须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后 民主决策 再交给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去分别落实实施 这一套领导体制 专业名词叫做 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所谓支部建在连上 字面意思是 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下沉到了联谊级 团议上单位 集体领导机构 党委 军事主官 团长 政治主官 政委 营级单位 集体领导机构 基层党委 军事主官 营长 政治主官 教导员 所以新型的人民军队 集体领导下的分权制衡 落到了极致 其实呢 不止到联谊级 排级 班级等最低作战单位 出于作战的考虑 虽然没有设党委和支部委员会 但是排里必须要有党小组 班里必须要有党员 这一整套组织权力架构设计 当然很好 但有没有缺陷呢 应该是有的 硬币都有两面 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因为是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 必认在决策效率上是有欠缺的 之前军事主官下定决心后就可以实施 你别管他这决心对不对吧 这决策和反应速度肯定是要快过交给一堆人讨论的 而且在关乎生死的军事领域 有时一分钟就能决定胜败 如果反复一而不决 战机一旦错过就万劫不复 而且有时候整理并不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 对吧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支部件在连上这套制度 还适度给出了弹性的空间 规定部队一切重大问题 必须先由党委讨论决定 但是如遇紧急情况 由首长临机决定 不过事后要向党委报告和接受检查 不过呢 组织权力架构上的设计可能只是表面 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政治主观负责的部队思想工作 这个相当重要 一支部队有的士兵 有的枪械 有的组织权力架构设计 顶多是有了一副躯体 但给这副躯体灌出什么样的思想 才是决定这支部队的性质和灵魂的动性 才能使这支部队完全区别一切旧的军队 影响带动感染基层的士兵 造就一支在实践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人民军队 组织架构层面的设计可以模仿和复制 但思想的锻造独一无二 好 这是三王改编的第二项 支部建在链上 再说第三项 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那首先要说说民主这个概念 民主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 大白话就是大家商量再来 在现实的世界运行中 民主的运转遇到了人数难题和空间难题 一个村子的人一起开会商量再来是可以的 但一个县 甚至一个国家的人聚集在一起商量再来就不可行 于是选举和代表就出现了 大家称称选举出代表 代表大家去商量再来 所以在民主实际的运行中 有一个前提和两个结果 一个前提 民主的前提是平等 如果大家不平等 那么所谓的民主也便不成立了 现代西方民主 我们之所以不认同 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度 是建立在经济不平等基础式上的虚伪民主 同时民主在运转中会产出两个结果 或者说两个东西 一个是被选举出的代表的权利 一个是普通大宗的权利 传统旧军队军阀部队中 如猫委员观察到的军官吃小兆 军官可以示意打骂士兵等行为 与民主可谓毫无关系 其实质是在官兵不平等的基础上 只有军官的权利 而没有士兵的权利 军队虽然历来讲究权威和服从 但权威和服从 应该是限定在军事工作方面才对 一切行动听指挥 和军队拥有民主生活 并不冲突 旧军队 军阀军队 把军官的权力无限扩大了 造成了对士兵的经济磅 判断人生残害和人格侮辱 一份工作要么有钱 要么有前途有意义有尊严 既然旧军队军队军队的士兵 并没有前途意义和尊严 那么显然就只能求财了 那么士兵战斗力换散 战场赤薄 探兵也就见怪不怪了 阿尔团在刘阳城闹响 不愿作战就是例子 现在毛委员制定新规则 官兵大于平等 军官不许打骂士兵 组建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批评和制裁之权 经济公开 部队有多少钱 怎么用的 是不是都花在大家身上了 一清二楚 打消士兵的疑论 种种措斥之下 把军官的权力限制在了军事工作层面 把本应属赢士兵的权力还给了士兵 保护了士兵的尊严 增强的士兵对工作的意义认知 一句话 把民主生活还给士兵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士兵们真切的感受到 在这个集体里生活 生活虽然艰苦 但毕竟大家都一样 且自己是平等有尊严的 身心虽幻然一清 好 小结一下 三文改编三项措施 精兵减证让部队更趋精干 更加适合即将面临的灵活激动的3D游击战 支部建在连上 从组织权力架构和思想重塑入手 不仅确保了对部队的绝对控制 做到卢壁食指 更确立了我们部队的性质 将始终是一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 军内民主生活 把权力给了士兵 让士兵真切的认同 感受到革命工作的意义 从而调动激发了士兵们自觉 且日益强大的主观能动性 当然杀王改编只是开始 杀王改编从体制上打下了部队发展强大的基因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急迫的 部队眼下战斗力不强 人数不足 随时面临国民党军的追击阻截 部队粮食药品短缺 伤病员无法适应长途转战的实际情况 特别此时距离以鲁城为中心的向南山区上远 接下来的路途将是险恶的崇山峻岭 若把缺少治疗的伤病人带上 是对他们生命的不负责 若把他们带上 则会影响部队的机动 导致全军覆没 而把他们丢下 则意味着把他们交给敌人 于是在宁钢古城镇 部队再一次召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虽然一开始目标是定在湘南 但现在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 迫使部队必须先找个落脚点稳定下来 尤其是伤员问题 肯定不能把伤员抛掉 但如果带着他们行军 再来一次像如希那样的大败 一切就都结束了 距离古城镇不远的湘干边界上 雄断的井冈山屹立已死 丘州起义部队如能占据井冈山可徐途发展 但问题是 已经有两支武装力量占据了此地 三角毛平的袁文才武装 和山上慈平的王佐武装 二则干的都是一些杀父祭平的买卖 那该怎么办呢 有人提议解决这两三代玩就好了 但毛委员不同意 表示应该和他们交朋友 争取改造他们到革命的这一边来 那我们就要说了 这革命还能够以土匪为友吗 其实不难 主席否决武帝解决 而提出交朋友的办法 是有战略思考的 首先 袁文才和王佐和真正的土匪不同 真正的土匪以劫略为唯一的工作 但这两支武装带有农民自卫军的性质 他们的部队其实都是当地的农民 平时都是种田的 武装起来是为了抵抑当地军阀 和当地土匪的压迫 武力解决他们 当地的百姓支持吗 其次 我们从现实的情况来分析 金刚山五大哨口均为天险 敌部队现在的实力 武力解决有难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好的战略绝不是四处竖敌 把自己推向孤家寡人的境地 好的战略应该是朋友越来越多 敌人越来越少 当时的中国土地上 像圆文才王佐这样 与军阀最练的武装数量 并不在少数 也就是毛武员所说的 三商五约的朋友还多着呢 现在秋收起义部队处于困难时期 或许能够做到武力解决 圆文才王佐 但这也就像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 释放了一个信号 这支秋收起义部队和军阀部队是一样的 我们势必陷入孤立 将会极大增加我们的困难 毛武员的战略是真诚交朋友 他决定亲身去见圆文才 当圆文才可留了后手 他在会面地点埋伏了人马 一旦发现不对 就解决毛泽东 同伴动派较量 就是要倒堆倒 枪堆枪 有了枪就有了跌盘 有了枪就有了争权 在乱世 枪杆子才是最稀奇的资源 圆文才击掌了这么多年 也才七十多支枪 他万万没想到 毛武员初次见面 就慷慨地送给了他一百多支枪 再加上主席的真诚态度和绝佳口才 圆文才折服了 他答应安置和照看 丘州起义部队的伤病员 允许我们在毛瓶建立联络处 还送粮食和银员给我们 这真是解决了部队的大问题 但是否接纳丘州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圆文才一个人说了不算 他得征求上上王左的意见 于是毛武员带着部队再度出发 他们绕着井冈山兜着个大圈子 这时候部队的目标应该是待机的 如若王左答应接纳 我们就上井冈山 如若王左不答应 部队可能会继续向湘南挺进 划分两头 在我最高决策机构这边 毛泽东率部队上山的行动 受到了共产国际主导下的 五方高层的严厉批判 其结论和决议是 丘州起义完全违背了中央攻击长山的策略 丘州起义完全脱离的群众 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 要负严重责任决定 决定撤销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 及忽然成为委员的职务 但敌军组阁信息不畅 上投这个决议传达到位 将是半年后的事情了 这时候毛委员也已经获得了 南昌起义军失败的消息 袁文财和毛委员派出人员的工作 是卓有成效的 王左非常期待毛委员的到来 在宣布了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个红鼠 打土豪要归功的三大纪律后 毛委员率领起义军的大哥 于1927年10月27日 抵达金刚商持平 对于中国革命来说 一个崭新的时期开始的 好 接下来是讨论时间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以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胜利了 且胜利是狂飙越军式的 1927年的中国求手起义 从军事角度看 以城市到农村的道路失败了 且失败是干脆且迅速的 明明两国在国情上有相似之处 1917年俄国近80%是农民 1927年中国90%以上是农民 俄国国民经济三分之二的产值来自农业 中国小农经济也占绝对主导地位 1917年俄国的工人基本在少数大城市 1927年中国的工人也基本在少数大城市 但为何一样的打法却一成一败一败一成呢 那显然两国国情虽有相似之处 但更有不同之处 因为我们是讲战争 所以我们且抛开经济政治层面 高僧会设的研究 只看最简单的事实 即两国敌我六样的对比情况和特点 就会发现二者的鲜明差异 俄国是集中对集中 而中国是分散对分散 先看俄国 俄国的功能虽只占国民的20% 但却绝对地集中于俄国的六大工业区 在这六大工业区内 又有近一半的功能集中在4%的大企业内 这些万能规模以上的大企业 几乎全部在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这是功能力量在集中之上的集中 十月革命的另一大力量 俄国的士兵几乎全部集中于前线 前面说过 沙皇前后增加了约1500万青专年上前线打仗 这1500万士兵 让俄国青专年的近一半 我们更应看到的是 这1500万代表的是俄国农村1500万个家族 功能士兵的极端集中 以为革命力量的极端集中 而敌人方面也呈现出集中的特点 俄国垄断的工业、金融资本 全部集中于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城市 这是关系国家命脉的经济、资本力量的集中 俄国临时政府是一个统一的 政力通达的全国性政权 斩断临时政府的首脑指挥机关 并取而代之 是可以对全国各地政府发出有效证令的 而临时政府的首脑就集中在彼得格勒 俄国军队几乎全部集中于前线 以为拥护临时政府的反动国防力量也是集中在前线的 这是俄国革命对象也计敌人的集中 我之集中对敌之集中 其革命特点毕竟是集中决战式的、集中爆发式的、狂飙越境式的 所以年龄率领的布尔斯维克党人 在进行了细致长久的群众攻击后 在掌控了集中的工农武装、掌控了波罗地海舰队 掌控了俄北部战线和西部战线的国防军司令部 掌控了近六个集团军的基层士兵后 轻易的就端掉了集中的敌人政府首脑和集中的敌方部队首脑 集中的革命力量和集中的反革命力量 在集中的城市和集中的前线 以瞬间爆发的方式决出了胜负 而后向农村的进军以示随道去城市的传袭而定 即使国内仍有残余的武端反抗力量 在一马平常的俄国境内 丝毫不存在割据对抗的地缘可能 总之俄国是集中对集中 是敌我集中所有从满的说哈 所以其革命是集中决战集中爆发 呈现出从城市到乡村并快速取胜的革命路径和特点 而与之相反1927年的中国 敌我力量是分散对分散 中国的工人最集中在少数大城市 但我国的大城市并未形成集中的大工业区 武汉北京上海广州相隔万里 再深入到各个城市 工人们也是分担在无数的中小企业里 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太多的超大企业 甚至有许多功能 尽其是人力车夫这样的非产业功能 所以中国功能力量在绝对数量太少的基础上 还呈现出看似集中实则分散的特点 中国的农民更是分散在千千万万个智能封闭的乡村 所以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 工人和农民都是分散的 在敌人方面 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令通达的政府 而是大大小小的军阀散布在广袤的土地上 中国诸多利于封闭割据的地理板块 更加剧了这一状况 不要说秋收起义打的是长沙 即便我们打的是南京 即便我们成功攻占了南京 消灭了老蒋 那又如何呢? 消灭老蒋的司令部 老蒋的部队会自动分裂出无数个老蒋 消灭了老蒋 与唐生寺、冯一祥、凤锡等其他军阀毫发无伤 打下了南京、北京 并不能号令长沙广州 消灭了A军阀、B军阀 还得另想办法 这是革命对象也计敌人的分散 我之分散对敌之分散 决定了中国的革命 不会是集中决战式的 不会是集中爆发式的 也不会是短时间内就狂飙越境 并获得胜利的 中国革命的历程必将是长期的、艰苦的 秋收起义高层制定的依靠军斗 发动群众的观点 原则上是绝对正确的 但现实是 我军此时并没有在农村 进行过艰苦的、长期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的实践 群众不会无缘无故的起来 群众不会无缘无故的可依靠 这件事只有在我军深入农村 长期工作之后才可达到 所以秋收起义在军事上 意图复制十月革命的模式 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 只能是在艰苦、长期的群众工作之上的 从农村到城市的革命路径 1917年的十月革命胜利了 我们说它是一次伟大的革命 1927年的秋收起义 在军事上无疑是失败了 但我们仍说它是一次伟大的革命 因为在其失败之中 已经运营了成功的种子 我们经验秋收起义 并不单纯因为它是主席领导的 本质是因为治它之后 中国的命运开始转向 我们走上了一条 在群众观点基础之上的 独立自主地实施求是之旅 迄今的中国 仍旧在这条道路上飞奔向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